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喜欢很久很久了 这个故事的名字是不是 还蛮有意思 一起来听吧 猫咪小姐喜欢读书 很喜欢到一家咖啡店里面 喝咖啡 很喜欢到一家咖啡店里 边喝咖啡边看书 猫咪小姐每次都是挑选 靠着窗边的那个位置 因为阳光正好 风景正好 看看书发发呆 喝喝咖啡 这就是猫咪小姐的周末时光 熊先生是咖啡店的服务员 其实咖啡店也就熊先生一个服务员 他也喜欢拿着书 坐在收音台 有客人就招待一下 很是沉稳 猫咪小姐是常客 所以猫咪小姐和熊先生也相熟了 熊先生会在周末提前为猫咪小姐 空住窗边的位置 熊先生给猫咪小姐做的每一杯咖啡 都极其用心 猫咪小姐拿到咖啡也总会心一笑 无奈两人都是羞涩性子 不主动 一直没任何进展 咖啡店里的常客们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了 一个寻常的周末 猫咖啡小姐又来咖啡店喝咖啡 今天咖啡店的小动物有点多 猫咪小姐一如往常 不过多时 不过多时 玉树临风的狼公子坐在猫咪小姐的对面 和猫咪小姐谈笑风生 熊先生时不时 飘向猫咪小姐的座位 咖啡坐得也漫不经心 咖啡店弥漫着一股咖啡的苦涩味 狐狸女士向熊先生投诉着满屋的苦涩味 妖娆的身躯挡住了熊先生的视线 哎哟 熊先生的猫咪小姐就要被抢走了 哎哟 熊先生的猫咪小姐就要被抢走了 狐狸女士调侃道 熊先生一下子就脸红了 却不免忧心忡忡的说 那怎么办呀 主动点上去表白呀 狐狸女士不知从哪 便出了一束玫瑰花 这 熊先生 熊先生犹豫了会儿 却发现那边笑得愈发开心了 熊先生气愤地捧着玫瑰花 走到桌前 猫咪小姐 我喜欢你 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熊先生弯腰将玫瑰双手奉上 眼睛都不敢睁开 看着猫咪小姐 店里静悄悄的 大家都在等猫咪小姐的答案 猫咪小姐羞答答的 其实 其实我也是 突然 熊先生注意到 猫咪小姐的嘴角 还残留着 拉花牛奶 情不自禁 舔了一笑 真甜 熊先生 附在猫咪小姐 耳边 悄悄说 真甜 愿你的梦 夜夜阳天 晚安 夜阳天